卯兔买了个破旧厂子 领导竟然让他解决军列署的就业问题 你放心 徐卯兔同志 我们肯定会给你一些支持 我们会帮你申请材料 向上面争取一些政策 该免税就免税 该补贴就补贴 这一下给别人塞20个人过来 要人家接受 自然得多多帮着人家解决问题 只有把人家的问题给解决 那自己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王局长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只要你肯当我们的监视后盾 哪怕前面再有千难万线 我也要带你的这些人 共同度过 王局长交托了这么多人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以后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单位 希望你们好好在这工作 如果以后再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来慢慢协商处理 那些猎鼠们看着眼前 这个所谓的皮鞋场 还不如乡镇企业 这分明还没开始经营了 有两个嫂子 立刻就变卦了 不愿意来皮鞋场上班 卯兔也没劝这两位嫂子 也没在这空口白牙 许诺什么条件和好处 人各有志 都是双向选择 最终 王局长塞来的20个人 走了8个 留下12人 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徐卯兔 勉强算是 这个皮鞋场的厂长吧 这的条件 大家也看见了 确实才刚刚起步 一切都还在摸索中前进 刚才给了大家选择的余地 很感谢大家选择留下来 多的话就不说了 大宇不会比国营厂差 学徒期间就有35块的工钱 成了熟练工之后 工资就和生产数量挂钩 各种劳保福利 跟正式的国营厂矿 不会相差太多 中秋有月饼 端午有粽子 同样有职工宿舍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什么问题 现在提出来 省得不明不白 如果以后我不做了 我可不可以让我闺女来顶班 在这儿 没有顶班这一说 不过 如果皮鞋场效应好 还需要再招人 那肯定会优先自己人 这一说 家属们顿时高兴吗 开开心心的安顿下来 老兔随后骑车回县城 结果在城里又发现了一家皮鞋店 名字居然叫杜布高升皮鞋店 虽然知道会有人跟风买皮鞋 可是这家店啥时候开的 我竟然不知道 这一双皮鞋才卖十块 也太便宜了吧 竞价就不止这样 毛兔也没有贸然进去打探消息 追上一个刚买了皮鞋的人 团志 这是买了新皮鞋 看上去还挺好看的嘛 是啊 买皮鞋的同志听着有人主动提起皮鞋 自然也高兴 甚至主动打开皮鞋盒子 这年头 买双皮鞋可真贵啊 也不算太贵 十块钱一双 还是千值万值的 你看看 这皮鞋多光亮多好看 毛兔只看了一眼 就看出这是什么材质做的 这分明是鼎鼎大名的纸皮鞋 没想到 县城居然有卖得了 用纸做成了皮鞋 人家就算只卖十块 也算是暴利了 怎么样 这皮鞋又便宜又好看是吧 店在那边的 你快去买 省得晚了没有了 同志 便宜无好货 好货不便宜 这皮鞋这么便宜 它的质量过关吗 这话一出 立刻就惹得对方不高兴了 瞪了徐毛兔一眼 我想起你是谁了 你不就是那步步高皮鞋店的老板吗 哼 你的皮鞋卖那么贵 现在人家的皮鞋 卖得比你的便宜 你就这么说人家 活该你的皮鞋店没生意 果真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我也是一时好心 提醒一句 居然被人这么骂 你这些人 愿意去上当说骗 就去上当说骗吧 等你们发现 花十块钱买的皮鞋 只能穿几天的时候 哭都哭不出来 毛兔骑着自行车 赶回皮鞋店 桂花婶赶紧跟她汇报情况 毛兔你来得正好 听别人说 街头那边新开了一家皮鞋店 对我们生意影响挺大的 嗯 我刚刚路过看见了的 兔哥 你知道那边卖皮鞋的是谁不 我跟你讲 就是温叶家的那个亲戚 我去看过的 那卖皮鞋的 就是一个姓汪的姑娘 那皮鞋店 竟然是汪建设他们开的 兔哥 这个怎么办 要不 我们也搞点促销活动 跟着卖十块一双 是啊 我们也必须跟着这么慢 否则 顾客不全让他们给抢过去了吗 不 暂且不管 让他们得意两天 毛兔清楚 汪建设那边卖的皮鞋 就是纸皮鞋 过不了几天 就会有人知道上当受骗 甚至不用自己动手 那些上当了的顾客 也得回来找汪建设一伙人的麻烦 不过路过县文化馆的时候 他突然心血来潮 这年头的老百姓太朴实 买着了纸皮鞋 也不知道这是纸皮鞋 更不知道怎么维权 所以 有必要 让原记者在报纸上 给大家报道报道一下 皮鞋什么叫假货 这完全是有必要的 等原记者下班 两人就来到了国营饭店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 王建设和任志伟两人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王建设想着在毛兔这受的耻辱 更是气得脸色体积 明天 我们组织人 敲锣打鼓全线宣传 我们的皮鞋再度优惠 卖八块钱一双 让老百姓都能穿上物美价廉的皮鞋 我们可不像有些黑心资本家 一双皮鞋 动不动卖几十块钱 这完全是剥削压榨普通老百姓吗 这是一个自媒提许卯兔 但却又是实实在在说许卯兔 卯兔顿时脸一黑 妈的 老子还想让你们再得意蹦蹦两天 现在这么一看 连一天也忍不了了 许卯兔冲着汪建设冷冷一笑 这笑容 令汪建设心里有些发愁 哼 我凭什么要怕许卯兔 我现在有钱 大不了我也请人 找机会把许卯兔给蒙头打一顿出出气 如此一想 汪建设酒也不喝了 结了账 带着任志伟就走 许卯兔坐在馆子里 根源记者慢慢喝着酒 话题有意无意就引到皮鞋上 然后 就根源记者介绍起了纸皮鞋 皮鞋不是皮子做的吗 还会有纸做的 这话题 令原记者极度震惊 纸做的鞋还能叫皮鞋 文叶姑父开皮鞋店低价销售 恶意竞争 卯兔便打算将他们卖的纸皮鞋公之于众 什么玩意 纸做的鞋还能叫皮鞋吗 你想想 一张牛皮多贵啊 这要用牛皮来做皮鞋 这成本自然就高 可有些黑心商人 为了多赚钱 多搞些利润 就用一些劣质材料做成鞋 还要冒充牛皮 这完全是欺负老百姓不懂吗 卯兔不介意别人卖皮鞋 但他介意 别人拿着只做的假冒伪劣产品 来冒充皮鞋 这是劣币驱逐良笔 这种事 以前我可没听说 是啊 我以前也没听说 想想 我们在国营商店买的东西 哪一样不是质量顶呱呱的 可这一趟 是一个成熟的记者了 你得有一点记者的良心担当 你得深刻揭露这些不良现象 让老百姓们们清楚地知道 这些的假货 是多么的害人 嗯 你说得对 等一会儿 我就回去下班 写写关于纸皮鞋的事 让老百姓们擦亮双眼 这年头 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 可不能为这些不良商家几片了 原记者回去后 果真去加班 临时赶了一篇 关于纸皮鞋的稿子出来 题目就叫 震惊 只居然做成皮鞋 这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毁灭 汪剑舍这边找了几个二流子 他也要把徐卯兔 给蒙在麻布口袋中抱打一顿 不行啊 现在严打风声这么紧 抓了这么多人 我们去揍人会不会被抓啊 不会 你们准备麻袋 直接套了他蒙头就打 谁知道是你们 无凭无据 怎么可能抓人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去 也是担着风险的 你总归得给点好处给兄弟们 事成后 请你们喝酒 喝 这两天你做皮鞋生意 生意这么好 就舍不得给点钱给兄弟们哗哗 汪剑舍心里着急 他又怕现在不快点把人找齐 一会儿徐卯兔走了 再碰上不容易 这样吧 你们去做徐卯兔 事成后 我一人给你们两块钱 这总行吧 打发要饭 你一双皮鞋 转手就赚五块钱 结果 我们去帮你出头教训人 还担着风险 你才给两块钱 算了 这钱你自己挣 我们不掺和了 说来说去 最终 汪剑舍答应 一人给五块钱 让他们帮着做徐卯兔一通 汪剑舍将卯兔指给几人看 几个人跟着徐卯兔离去 却没有动手 妈 真当我们傻 汪剑舍自己当缩头乌龟溜了 让我们冲在前面当跑灰 想得美 反正汪剑舍不在 到时候 我们就跟他说 已经把人套麻袋打了 这不用做事 就有钱拿 何而不为 卯兔回来就打算让陶师傅出面 告诉大家该怎么维权 把纸皮鞋的事情告诉了他 什么 拿纸来做皮鞋 陶师傅这样的老师傅 也被这样子的操作给震主 如果 让这样的假皮鞋盛行 这对于我们这样认真做皮鞋的人来说 是个灾难 如果我们现在不出手 老百姓会被这样的假货坑 多坑几次之后 老百姓会对皮鞋不再信任 以后 估计不会再买皮鞋穿 这样的话 并非是危言耸听 我熟悉皮鞋的工艺流程 懂许多专业知识 可我不知道怎么打假 不知道怎么维权 我来 这是我会 一旁的金袖站了出来 确实 有时候这种撕逼扯皮的事 女人的战斗力还是挺爆表的 毛兔决定让金袖出面去办这事 让乔丽夫在一边协助作战 撕逼扯皮的场面 可不能让金袖受到伤害 金袖打扮了一番 一副从护士来的大城市时髦女人的样子 就不经意间逛到了步步高升皮鞋店 看上去 这皮鞋店生意不错吗 金袖说着 提着手中的糕点盒子 信不迈进皮鞋店 买皮鞋呀 随便看哦 我们的皮鞋 款式又新又好 价格又便宜 保你满意 金袖连半个眼封也没给她 高抬着下巴 江户是女人的高贵气质这一款 拿捏着死死 这鞋不怎么样啊 嗯 我们这皮鞋怎么不好 又漂亮又时髦 你说你这皮鞋好 怎么个好法 说来我听听 这完全是把汪语当个乡下黄毛丫头给看待 我们这皮鞋 可是大城市拉来的货 全国各地都卖得挺好的 而且 看看这款式多好看啊 看看这光泽 都可以照出人影的 行吧 拿双三十六尺码的鞋 给我试试 小乔 你过来 你不是想要一双皮鞋吗 阿姨今天送你 乔立傅冷着一张脸 走了过去 我踏马的怎么就成小乔了 这金袖怎么就成我的阿姨 你喜欢买一双 随便挑 有合适的说一声 阿姨帮你付钱 乔立傅浑身不自在 不情不愿的 随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双皮鞋 金袖不管它 依旧扮演好一个挑天 又见过世面的精灵女人 左挑右选后 金袖也挑中了一款高跟鞋 多少钱呢 一双十块 两双就是二十块钱 金袖点点头 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钱包中 掏了二十块钱出来 递给汪语 有三包卡吗 当然有 我们当然有三包卡 汪语假装翻了翻柜台内的抽屉 哎呀 不好意思 我们三包卡用完了 现在还没有补齐 等以后有了 我再给你 你放心嘛 我们皮鞋店开在这 怎么可能有问题 可人家那皮鞋店就有三包卡 他们那家皮鞋店为什么三包啊 他是黑心 赚你们那么多钱 当然要搞点噱头来哄人 哪有我们实在 我们一双鞋 才卖十块 在他那边买一双鞋 可以在我们这边买几双鞋了 多谢你提醒 这年头的黑心商人可真多 就是 真的是太黑心了 你下次 还是来我们这买皮鞋 我们可是价廉物美 金袖笑笑 转身离开步步高升皮鞋店 卯兔这边 已经约好了原记者 怎么今天也得来个现场采访 有点现场的照片 更有说服力 让人能清楚地知道 这纸皮鞋 究竟劣质到什么地步 金袖走出皮鞋店 看见远处角落的原记者 知道卯兔已经准备就位 于是金袖脚下一滑 险些摔倒 就这根下的功夫 掏出一枚钉子 再穿着的新皮鞋上一滑啦 啊 我的脚 卯兔带领员工去 接穿纸皮鞋的内幕 金袖直接用钉子滑破皮鞋 啊 把店里的汪雨和其他顾客路人 都吸引了过来 我被钉子扎了 你小心一点啊 啊 我的皮鞋 大家的视线 随即向着金袖脚上的皮鞋望过去 才刚刚在皮鞋店买的新皮鞋 竟被划拉出一大块口子 鞋面都撕成两半 好可惜 一双新皮鞋居然就这么坏了 金袖气恼地脱下脚上穿的皮鞋翻了翻 突然大叫起来 好啊 你们居然拿这样的劣质皮鞋来骗人 啊 你别乱说 你自己走路不小心被钉子扎了 关我们什么事 大家来看看 大家来看看 这是什么 你们看明白 这是什么 这是纸啊 这里面居然是纸 我就奇怪 怎么这皮鞋这么容易就坏了 原来这是纸糊的 金袖的声音高昂 充满着愤怒 大家都向着他手上的皮鞋望过来 原记者拿着相机 奋不顾身地向着里面紧 大家让一让 大家让一让 我是记者 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让我进去拍个照 大家看看 你们看清楚了吗 这家皮鞋店 居然这么糊弄人 还说卖皮鞋 结果 这皮鞋 是纸做的 难怪说什么皮鞋便宜 只卖十块钱 结果 就这样的一层纸来糊弄我们老百姓 一层纸才管多少钱 居然敢卖十块 看着原记者挤了进来 金袖直接将皮鞋递到他的面前 这位同志 也请你给看清楚 他们这一家店 居然拿纸来冒充牛皮 简直是骗子 原记者咔嚓一下 就给眼前的纸皮鞋 来了一个大大的特写 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纸糊的东西 简直是一戳就破 大家买皮鞋 可一定要擦亮眼睛 别像我这样 买两双新皮鞋 结果没穿着 一会儿就坏了 这就是典型的便宜美好货 十块钱的皮鞋 就穿这么一下子 四周围观的群众 听着金袖的话 也开始议论纷纷 这家店才是真正的黑心 只做的东西就卖十块 这么垃圾的皮鞋 也敢开口卖十块钱 我就说 他们怎么比人家的皮鞋店 便宜那么多 搞半天是一次充好 反正 以后我不在这家买东西了 汪宇良姐妹 终究是人年轻 哪见过这样的场面 被闹猛了 我们老百姓 挣两分钱容易吗 你们这些黑心的商人 居然拿这样的黑心货 来骗我们老百姓的钱 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攒下 这么一点钱 就被你们这么给骗了 不行 你们得赔钱 假一赔十 你们得赔十倍 四周的群众 还是第一次听说假一赔十 这一双皮鞋十块钱 真要假一赔十 那不得赔一百块钱啊 任志伟和汪建设此刻匆匆赶来 就看见皮鞋店门口有人闹事 两人强行扒开人群 挤了进去 看到是个外地人在闹事 妈的 这疯婆娘 这是想钱想疯的 居然跑我的皮鞋店来闹事 而且还煽动这么多人 必须要把这死婆娘给狠狠教训教训不可 否则 人人都像她这样跑来闹事 都要假一赔事 这店还怎么开 任志伟如此想着 还真的冲过去 就是图打金秀 哪料的 旁边横冲一拳过来 直击任志伟面门 任志伟直撑倒下去 妈的 这人是在跟我比拼演技 这倒在地上是想讹人 如此一想 金秀也往地上一趟 打死人了 打死人了 这家店卖假货不说 还要打人呢 乔丽傅目瞪口呆地看着 这金秀阿姨的战力 可真彪悍 一旁的汪建设也慌了 赶紧过来打圆场 姑奶奶 你起来好好说行不 不行 必须假一赔十 赔三倍好不 我们赔三倍 现在想赔三 没门 刚才你们冲过来 可是想打我的 妈的 这任志伟也太过分了吧 这会儿装什么死 躺在地上不起来 这局面就要我一人来面对 你们也把我们的人给打晕了 这就赔三倍吧 大家都有损伤 就赔三倍 金秀扭头一望 望向旁边躺着 依旧一动不动的任志伟 小别三 一直躺着不起来 是真的有事 行吧 三倍就三倍 你们早点同意赔三倍 哪来这些事 汪建设铁青的脸 进了店铺 让汪宇拿钱出来赔偿 金秀轻哼一声 借过这六十块钱 扬长而去 他的行为也给在场所有的围观群众 上了极为生动的一刻 在买着假货的情况下 如何理赔 那些围观的群众 突然就像开了窍 一窝蜂地向着步步高升皮鞋垫里紧 我要买皮鞋 我也要买 不卖了不卖了 汪建设赶紧指挥汪宇和任志伟关门 过了一会 任志伟坐在那 思前想后 总算有点回事 你说 你这些皮鞋究竟是哪来的 怎么可能这么就坏了 我也穿了好几年的皮鞋 可没碰上过这种事 这当然是计货进来的 当时去计货 你可是跟我一起去的 你自己清楚啊 这一说 任志伟哑口 当初去进这一批皮鞋的时候 他是跟汪建设一起的 他拿过刚才金秀丢下的那双皮鞋 认真的瞧 妈的 这些皮鞋 真的是只做到 那自然是容易坏 今天已经开了头 假一赔三 那后面 会不会许多人都跟着这来 要求赔三呗 这两天 暂时不开门营业 看看情况再说 卯兔这边 对于今天金秀的表现 十分满意 金姐 这事可不能大意 得马上去医院 打打破伤风针 没事 就是一道小口子 就算是小口子 也不能忽视 卯兔坚持着带金秀去医院打针 这一刻的金秀 还有点感动 今天我这么豁出去闹一把 还是值得的 只做的皮鞋 竟然也被拿出来卖 原记者收集到 纸皮鞋的内幕 赶紧发表了稿件 引起重大反响 原志伟赶紧找到了汪建设 汪建设 你把开皮鞋店的本钱退给我 我退出合伙 你自己干吧 大家合伙出钱做皮鞋店 现在出了事就想退出 钱 全在这些皮鞋上 我也没钱退你 要么 大家这段时间 暂时不卖皮鞋 等这阵子的风头过了再说 要么 就想办法 县城或者偏僻的农村 处理掉 收回本钱 任志伟想来想去 决定还是跟汪建设一起 把这些皮鞋 运去别的县城处理掉 我们可以这样 去外地卖 打一枪 换个地方 就卖个十天半月 赚一笔钱就走人 等大家发现质量有问题来找我们 也找不着人了 任志伟连夜联系了一辆货车 指使人把皮鞋装上车 准备拉出外地去 哪料的 这连夜偷偷摸摸地装东西 碰上了拍出所巡逻 同志 我们这是自己家店 只是晚上运货而已 这是假货吧 看着这几天在搞百日打假活动 就想着快些把这些假货给拉着 哦我想起来了 好像最初就是你们皮鞋店 爆出来卖纸皮鞋的吧 完了 什么都完了 汪建设抹着自己的脸 欲哭无泪 果然 这当个体户 就是这样的有风险 你不对劲 什么都没有了 还不如我的铁饭丸很大 汪建设被彻底的打击 终于是不敢再经商了 不过他也不愿意就这样吃个哑巴亏 就写了一封匿名检举信 举报卖兔的皮鞋店 结果卖兔的皮鞋店检查了几次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错 你们这家皮鞋店倒是经营得很规范 至少 我这一双皮鞋是穿了这么久 这可是假不了 这一句话 就完全是对这家皮鞋店的肯定 相信没有哪一个以后 会再没脑子的跑来查东查西 李淑姐 我这儿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李淑 感谢你们为老百姓着想 在全线打击各种假货 我有个提议 为了让老百姓能放心购物 你们可以在检查之后 给予合格的各个商家 不管是国营单位也好 还是个体户也好 给授予一个质量信得过单位的奖章 这样 老百姓看见这样的招牌 也知道这一家店的东西 质量有保障 这也算是给予的一种表彰 让大家知道规范经营 诚信经营的好处 当然 如果经营不好 后期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也可以撤销这个招牌 算是一种惩罚 这个提议不错 回头研究研究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书籍 敢为天下先 全国都没地方开展打假活动 就你率先开创 相信要不了多久 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又开创了先例 在全国推行 第一个质量信得过单位评选 卯兔想努力促进 这个质量信得过单位的荣誉颁奖 只要凭上了这样的称号 皮鞋店又相当于多了一道金身 谁想来当这些啊 要不是指皮鞋的事闹得太大 我也不会开展打假活动 不过 这授予这些诚信经营的商业 一个质量信得过单位的荣誉称号 还是挺可行的 至少 这也算是一种表彰嘛 没过两天 步步高皮鞋店门口 就挂上了一块金光闪闪的 金字招牌质量信得过单位 前阵子流失的顾客 又陆陆续续地回了步步高皮鞋店 光剑舍打死也没想到 他的检举性会有这样的效果 除了他 另外还有一个人眼红 这眼红的人 是明镇局陈主任 就是当初许卯兔 第一次谈火药厂的负责人 这个可恶的徐卯兔 我不惜到处得罪人 不让那孤老院卖出去 竟然便宜了这小子 都答应我侄子那边了 既然你敢大言不惭地说 要解决那些家属的就业问题 那好 就好好继续解决吧 随后陈主任拿着一大路人员名单 交到王局长手上 王局 你看 这是我最新整理出来的人员名单 你看安排到哪儿合适 还要安排 不是前面才安排的一批吗 这一批是前阵子退下来的 这些猎属 也是属于重点关照对象 还是帮着解决一个工作 才是长远之计 理事这个理可不好安排啊 这安排工作 也得符合政策才行啊 总不能来个人就安排工作吧 我记得徐卯兔说过 他办厂 只要他的厂存在一天 就会解决这些人的工作 依我看 他这边完全是有能力解决的 这会不会太强人所难了 这给他安排太多人过去 他也接受不了 年轻人 要适当地给他们一些压力 他们可是肩负起未来 当然得永挑重担 王局长思考再三 同意了陈主任的说法 年轻人确实需要历练 以后才能永挑重担 于是 王局长带着三十来好人 再度站到了 卯兔的皮鞋厂门口 卯兔看见他们 当即脸色变了点 王局长 你来了 快请进 来来 外面站着冷 进来说话 说话间 卯兔把王局长 带到了新修的办公室 是这样 徐卯兔同志 今天我过来 一来是看看 你这边的厂子 经营的怎么样 二来 这有三十人 你这边厂子里 给安排一下 卯兔明白 这是强行给他厂子里 三人了 换成化工厂那种情况 化工厂敢随便 给我百货公司 三人进来 我二话不说 肯定会拒绝 先桌子都有可能 可现在 不能先桌子 甚至不能有一点 拒绝推堂的话 卯兔尊重的 不是王局长 而是王局长 身后站着的那些 却胳膊断腿 这些人是英雄啊 是他们 在前线浴血分战 舍命杀敌 才能换我们这些人 在后方安稳地挣钱 好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来我们厂 进来我们厂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他这么爽快 令王局长都愣了一下 不然 年轻人 就应该要多 给他一些重担 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 人家能调多少的重担 你要是有什么意见 或者要求 也可以说说 或者其他方面的 能支持的 我们也尽量支持 王局长又给卯兔 塞过来三十几个人 卯兔却一口答应接受 你要是有什么意见 或者要求 也可以说说 或者其他方面的 能支持的 我们也尽量支持 既然王局长你这么说了 我还真的有点要求 希望你们能帮我 再找一些地盘 能开成店的 这安排这么多人来 就算人人都学会做皮鞋 可东西总要销出去吧 多个门店 就多点销量 现在县城还是老县城 没有开发 好点的门店位置 都是属于国有的 以卯兔的能耐 不一定能拿得下 行 这个我去帮你问问 王局长 这事可不是随口说说的 这个问题 你一定得重视 你也看见了 这场子 现在没啥业务 要是自己不找点门道销售 估计要不的几天就会关门 我这场子关了没关系 到时候这些人怎么解决 我又给你送回来 你重新安排 别别 我要是能好好安排 何至于一股脑再到这边了 你放心 许毛涂同志 这事我一定放在心上 那你上次承诺办的各种证件呢 当然办下来了 我就是挺忙 没去拿 等我空了 我就去拿了 给你送来 还真得快点抓紧 把这些办下来啊 那多谢王局长 过两天 我就来找鸟回信 行 就这么一言为定 大家好好在这待 我后期再来看望大家哈 送走王局长 许毛涂就开始安排这些人 金秀过来帮忙 带着那些女同志 去二楼安排住处 这个金姐真不错哦 就是典型的眼中有活的人 随便什么事 都能处理 安排得好好的 就算不能当这些师傅 帮着管理一下场子 也挺好 可是这些身体有残缺的人 该怎么安排呢 这是个问题啊 东想西想 毛涂总算是想出一个办法 至于能不能行 还得先问问那几人 毛涂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说是要团建吃饭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 做点自己的拿手菜 到时候我们评选 做菜好吃的会有奖励 第一名的十块钱 第二名八块钱 第三名五块钱 后面的多少都有奖励 这一下 大家的积极性更高了 很快就在场区空旷的 雷起了简易灶台 又把大铁锅给搁在上面 这样子 颇有一点农村烧大喜的场面 你这样不行 是那一名支招拐杖的人 在指点一个切菜的绳子 你行你上 没想到 这个支招拐杖的人 还真的伸手接过菜刀 他就坐在方板凳上 拿着菜刀切菜 这切菜还挺有节奏的 一看就是在部队练过 这刀工确实好啊 原来这人以前 在部队吹事班待过一段时间 还真的学了技术 大家忙得热火朝天 卯兔在一边记录着 每个人的优势和性格 最后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也把皮鞋场的 伙食团人员定了下来 我现在残疾了 连站都站不稳 走路还得借个拐杖 我能干好这个伙食团团长 没关系 些小兵同志 没有谁生下来就会 就如你去当兵 没有谁天生 就会握枪杀敌 但是 只要经过训练 只要经过这个场景 你就能胜任 以后 希望你把皮鞋场伙食团 当做你的另一战场 希望你能在这继续取得胜利 让这些军属 都能吃上美味可口的饭菜 我一定完成任务 保证让大家能吃上 美味可口的饭菜 这事 就这么算定下来了 至于剩下的几个人 卯托安排的任务是当业务员 当业务员 对 你们负责当业务员 你们也看见了 我们这是皮鞋场 这么多的大婶大姐 在这工作 生产出来的皮鞋 总得消出去 才有钱发工资 所以 这跑业务的工作 就拜托你们了 毕竟 这些人 都带着伤残 即不能在流水线上搞生产 也不适合当保安 跑业务只要有嘴就行 可我们不会啊 还是那句老话 没有人天生就会 难道 你们生下来 脑门上刻着字 只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大家一听 轰笑起来 确实 谁生下来脑门上 写着能干什么 这跑业务 处处是困难 可是 只要你们能舍下脸 多问 多跑 多打听 总能找到关系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们把这些问题 当做交给你们的任务 好比这前面 就是敌人的碉堡 而你们 务必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碉堡给炸掉 明白吗 你们依旧是最优秀的人 只是 现在换了一个战场而已 明白 当你们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的时候 请你们回头 看看身后的这些大娘大婶 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能不能消出去 就看你们了 那几人 望向身后的这一群女人 这些脸孔 或者还是陌生 但是 他们都是猎鼠 说不定 其中某些人 就是他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 现在 战友们牺牲了 而他们 小心地活下来 不用说 他们也会想办法 好好地帮忙 照顾战友的亲人 陈主任这边 还在等着看热闹 可没想到 卯兔居然真的一声不哼 把这三十号人 全给接受了 妈的 这徐卯兔就不嫌弃这么多人 这是显得他多能的 哎对了 这徐卯兔接受这么多人 证件齐全吗 开场的资历够吗 会不会扮成黑工厂 会不会压榨这些列数 陈主任转头 就去跟上面反应 当然 他不能跟王局长反应 现在王局长 明显站在卯兔那边 他向别的部门反应 别的部门还有他的亲戚 别的部门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小组 要去检查这个新开的皮鞋厂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 向着那边的皮鞋厂出发 原记者作为一个记者 消息自然是灵通的 听着动静 心想不妙 赶着向皮鞋厂跑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各位领导 不知道今天来厂子是有何归干呢 你开这个皮鞋厂 办好了相关手续吗 还在办 依法凭证经营 这个规矩 我还是懂的 意思是 你现在还没有证事吧 那现在是无证经营了 先请